大家好,我现在江苏昆山中华园 这边我现在已经游玩结束了 开始打车回去吃晚饭 一路上看一下昆山的这个城市建设 这个桥叫 反正是一个大桥,名字太快了,没看到啊 昆山市区有两条河道 有时间我单独过来看一下 这个中华园我今天来呢 走的那个还是后门 应该走到西区的那个电脑城那边 那边才是打工着最集中中介最多的地方 就是这个我是临走的时候我才发现的 把地图放大了才看到了 然后也打听了 问了很多人才知道的 他那里面很多人家那个租房子 我问了一下床位一张20块钱 你就说便不便宜 真的是很优惠 当然他那个是床位嘛 一个房间的估计不得住个七八个人 甚至十几个人都有可能的 所以说价格确实挺便宜的 如果是单间的话呢 要看你多大的对吧 如果是10个平方的15个平方的 价格可能免300 300 300 500 如果更大的房间价格就更高 这是肯定的对吧 所以说像这边一个床位的话才20块钱 这个价格确实比较优惠了 现在差不多马上要到晚高峰了 现在大概是4点半左右 从5点一直到晚上8点钟应该都是晚高峰 然后这边是城区啊 如果是上下班的那些工厂上班的人的话 人家大部分是坐厂车的 那个的话要到厂区附近的话 你才能看得到那个这种几万人 甚至十几万人上下班的场面 那个要找一道合适的地方才能够看得到 像我刚才说的那个20块钱床铺的那个 对于我现在来讲价格确实比较便宜了 但是对于没找到工作的人来说 身上没有钱的人来说 那仍然是对吧 穷很潦倒的时候 因为我以前也经历过 到篮里去提这个石壁袋 就带这床被子穷得不得了 昆山老城区的话 整体上来讲变化不会太大 无非就是路做的比较的新 然后有我说的那两条河道 是指特别美的两条河道 当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河道 你想不管到什么地方 只要有一个特别大的 比方说像浙江那来横店影视城 是吧 那边就有很多人 在那里当那个什么 业余的演员 是吧 临时的演员 有的时候混得很差 就露宿街头的特别的多 都有一个明星梦嘛 现在路过的这个大桥叫 薄炉大桥 过了这个桥 然后应该没多远 就到我住的附近了 像我以前在武系也是 上班十几年 在昆山这边也待过 上海也待过 打工那么多年 总结的经验 有一句话叫骑驴找马 就是如果你短时间里 找不到好的工作的时候呢 你就先随便找个其他的工作 先将就着干着 等找到合适的 找到更好的了 到时候再走 现在天气变好了 蓝天白云啊 这是我来昆山最近这几天 好像为数不多的 能够看到蓝天呢 反正春天雨水特别多 明天好像又要下雨了 下车了 到达我住的附近 等一下吃个晚饭 就回去休息了 刚才打车的距离是5.5公里 11块几毛钱 因为打的是拼车嘛 所以说价格相对来讲不算贵啊 坐公交车的话 如果近在眼前的 走路三五百米的我就走 如果超过五百米 比方说走八百米太远了 我就不想走了 因为一天走下来还是很累的 刚才打车是从昆山的蓝面 到了我现在这个位置属于昆山的北面 在昆山的话 东南西北非常好分 因为我的 我现在的正前方是西边 太阳落山的方向 那边是苏州方向 然后我身后就是上海方向 北面那就是长江 就是苏北地区了 所以说东南西北非常好分 行我现在去吃晚饭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 下期见